各位好,我是彭慧珊 港股在星期一整體的走勢都是偏弱的 主要都是受到外圍方面的影響 當中包括美股的科技類股份回調 都令整個港股氣氛不好 再加上美國證監會 要求一眾中概股需要交出會計底稿 其實顯示著一件事 整體過去利用香港作為審核的中介 這個角色似乎美國不再確認到 變相很大機會 這個中概公司未必願意將會計底稿 拿出去給美國證監會審核 都影響到他們可能需要在美國股市方面退市 除了滴滴出行主動要求進行退市 其他市場上都擔心會陸續有更多的中概股 會選擇撤離美股那邊 可能有機會回到香港這邊上市 也令到上星期一眾中概股出現急跌 跌幅大部分都超過10% 其實也令到港股在早點開始的時間 也有幾大的股額在 所以今天來講 恆志低開了三百多點的時間 曾經一度的跌幅收窄過 但是最終來說 都是沒有辦法 一眾的中指科技類股份來說 都是繼續受阻 而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股額 令到恆志來說 最終收市的時間 都是跌回一些低位 收市跌了417點 跌幅達1.75% 收市是23349點 至於國指來說 亦都跌了180點 或者2.1% 收市是佈在8274點 全日來講 港股的成交都算是比較多 去到1,700億的水平 當然如果你看回 現在這個水位 其實以1,700億的成交去計算 其實都屬於一個比較偏高的時間 因為我們都看到不少的投資者 都似乎是對於未來股市的走勢 都偏向一個比較看淡的方向 尤其是現在去看回恆志 在最近的反彈 沒有辦法向上突破到之前的高位 而且也有近期的高位回調回來 不單是失守所有的現隆平均線 亦都跌到保利加通道底部的水平 繼續下行 令整體港股 潮位短期內 再進一步下跌的風險 是挺大的 尤其是現在去看回 指數是上星期 曾經跌到去 靠近去年的9月份的低位附近 我們都會擔心 現在這個水平 再進一步向下下市更低的水位 機會其實都挺大 因為我們都預計 恆志 在去年的3月份低位 是21,139點的水平來說 一直升升上去 最高的時候去到 31,183點之後 整體回調其實應該去到 24,975點就要期穩 但可惜這次實守了這個水平 變相破壞了之前整個升浪的 總升幅 61.8%底下 整個股市可能會逐步向著 去年3月份的低位 是21,139點進發的